鱼轮的朋友们好 我是SonoS 欢迎来到鱼轮圈钓鱼频道 昨日夜我夜观天象 掐着一算 明天又出不了鱼了 正好在今天坐下来和大家一起 聊一聊这个钓鱼中最重要的一件装备 鱼轮 说起鱼轮 按理说我们中国人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你们大家听到这个话 是不是觉得Sono 你是不是也在搞笑 我可以严肃地说 我绝对没搞笑 据公共的史料记载 中国人早在南宋时期 就已经认识和使用鱼轮 来辅助鱼竿来进行钓鱼 欧洲的出现是在17世纪的中叶的英国 这个整整要比中国晚了有500年 鱼的另外一次大发展是在18世纪的末期 19世纪的早期 美国 像我们现在知道的 美国比较早的还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 那个菲利格 这个品牌 它是出现在1881年 到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鱼鱼领域里面 一个有领头羊地位的日本 它的鱼鱼实际上是在二战以后 开始新型和发展的 主要是模仿的是英国和美国 按理说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鱼鱼鱼 认识是最早的 也发展了一些年 可是到现在为止 仍然没有一个叫的响的一个品牌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话题我就给大家去慢慢探讨 目前这个市面上这个鱼轮主要有四大类 像这个仿轮 水极轮 骨轮 以及飞轮 今天我们主要聊一下那个第一类仿轮 这个仿轮有说我们那个俗称下手轮 这个主要是以那个杆为参考的 如果是上的那个杆的这个 上的这个杆的这个下面 这种Spinning杆 我们就说明这个下手轮 上的这个杆上面那个那个就是水极轮 有时候叫这个上手轮 上手轮有还有骨轮 都属于这个上手轮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仿轮 叫Spinning Rail Spinning是一个说一个旋转的意思 这个旋转呢 有人说水极轮 我们也有这个旋转 还有把手旋转的事 这个把手旋转 这个旋转呢 实际上不是指的这个 这个handle把手旋转 而是指这个转子 Rotor的旋转 来带动这个输线这个过程 叫Spinning 仿轮这个出现容易 这个抛头以及这个操作手法相对简单 所以呢 新手的话呢 可以选择这个从仿轮开始练习 仿轮在这个抛远 以及这个大力的高抛 还有像近距离的 弹抛 像Duck Shot的这种吊法 还包括像抛那个小耳 抛小方面 也都有它的一些优势 好 在今天的这一期视频里面 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 认识一下这个 仿轮的这个基本的构造 以及在仿轮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参数说明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仿轮的基本构造 一般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拿着仿轮的手都这么拿着 跟我们手相连的像拿的这个地方 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叫这个轮子的这个脚 real foot 这个地方呢是和杆的 相连的这个 上的杆上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就叫这个real seat 这个轮座 和这个轮子这个脚相连的这个地方 不是这个轮子的这个大腿 这个地方叫轮子的手臂 叫这个real arm 这个是手臂 这个手臂相连下面的这块地方 是这个轮子最核心的这个部位 叫这个 一般叫这个real body 也有叫这个gear housing 或者叫这个gear box 就是齿轮箱 这是轮子最核心的部位 所有的这个轴承和以及它的机械原理都在这个里面 看这个齿轮箱的这个边缘的这一块地方 这个不是一个装饰品 它是为了用来那个保护这个齿轮箱的一个坚硬的一块材料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仿轮都有这一块piece 叫这个real protector 和那个齿轮箱直接连接的这个就是手臂和把手handle 这个把手呢它是可拆卸和可清的可换的 如果你是左手的话 像我左手可以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右手的话 好在这边你可以把这个盖 把这个盖这样取下来把这一边也拿下来 好可以换到这边来 如果你是右手的话 然后再把这个盖再盖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摇动这个把手 好在旋转的是什么呢 好看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装置 好这个装置呢就是一个转子 就叫router 一般的摇动它都是正转 但是防止它这个反转的地方 就有这么一个装置的下面 如果没这个东西呢 你摇过去后呢 它也会反转回来 所以这个下面就有一个防止反转的一个开关 叫这个anti-reverse lever 如果你把它关掉以后呢 它就不能够反转 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但是有的那个轮子呢 它就没有这个结果 因为它就直接把这个反转的这个地方锁死了 像我的另外一款轮子 这个fligger这个下面 它的下面就没有这个防反转的一个把手开关在这 这个转子上最重要的一个piece 一个部分就是这块 这个叫bell bell的功能就是把这个线 能够收到那个转子上 并控制在这个线的这个出现这个槽里面 这个line roller在这里面 所以呢也很多人也把它 把这个bell呢叫这个pickup 叫pickup 它就把线能够收过来 中国人一般直接就把它叫这个开关 线的开关 这个打开的时候呢 能够放线 关起来的时候呢 它可以收线 这个bell的整个这块系统呢 它有三部分走成 这个地方 叫这个bell的一个arm 口洞的一个arm 这块收线的这个线槽 这个地方就叫这个line的这个 看到啊 line roller 说到这个line roller 我说一下 这个line roller呢 一般有三种这个情况 一般呢 有的可能直接就这样 弄了一块小的一个roller 这个金属piece 在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槽里面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种就是呢 那个roller是自己 可以这样转动的 就是一个 可以这样转动的 就是一个单独的 piece 好一点呢 这个轮子上面呢 它会在这个roller下面呢 或加一个bearing 就是加一个小轴承 小轴承 滚轴的轴承 这样它可以转动收线的时候 更加这个顺滑 藏鱼了 对了 好 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 最喜欢的一种声音 叫这个上大鱼的声音 也叫这个drag song 就是lally和谢力的这个声音 我们说这个谢力的声音 它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好多人可能是觉得 来自于这个轮子 这里面一个本身 实际上我给你展示一下 不光如此 第一个来源 是这个drag love 就是这个谢力盖 里面的发出来声音 另一方面来的就是这个 线杯 灶 里面发出声音 可以看一下 在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小弹片 在这个drag gun里面 这个drag gun这里面 它也有个类似于 这样的小弹片 在这个中轴旋转的时候 如果这个谢力调节松的话 它就会发出这种 这种声音 这个谢力调节的越松 它发出声音越短促 越连续 你如果调节的越紧 基本上声音就 越厚重一些 然后呢 是越紧 甚至金丝鱼也没有 看到这个拉力法 它主要是来用于在 钓鱼的手来调节 这个鱼的拉力的这个大小 一般像这样子 这个反转的话呢 它这个拉力就越小 如果正转的话呢 它那个加大这个拉力 这个越紧 这是为了防止这个跑鱼和断线 以及对轮子损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装置 DRAG-LOVE 这个谢力的这个调节开关 这个DRAG-LOVE这个谢力阀 有的是像这种呢 是前置的 在这个正好这个线杯前面 还有一种是后置的 在这个后面啊 像是突出来的 还可以拎紧和拎松的 工作原理实际上是一样 和这个谢力调节盘直接相连的这个部分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线杯 这块地方是这个装线的 线杯的这一部分呢 就叫这个背罩 叫SBOO COVER 在这个背罩上面呢 一般呢 还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小铁子 是用来卡那个线头的 防止这个线头送线 好 接下来我们来快速聊一下 这个仿轮的一些商品的标识 和一些常见的 一些重要的一个一些参数和指标 在我们拿到这个 一块新轮子以后 一般呢 这个盒子上面 关于这些商品的一些 标识和标注 都会体现在这个盒子上 一些部分的一些重要的参数呢 会在这个轮子上面 都要体现 一般会有哪些指标和参数 好 一般我们拿到一块轮子 我们看到这个盒子 不管是轮子上 最大的这个最显眼的这个标识 就是他们这个生产的厂家 其次就是 这个轮子的它的这个系列 像这块是CAPX 然后它的这个型号2000 一般情况下说 如果它的这个型号越大 Size越大 它的这个 炫杯也越大 以及它的这个body 整个轮子的轮子也越大 然后它的这个drag 这个受力 拉力也越大 所以说它掉的鱼也是越大 这个轮子的这个重量 在每一个品牌上面 都有这个明显的标注 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卖点 这个轮子的这个重量 和它的所使用材料 有着直接的关系 像这一款轮子 看看到 比如说这个轮子 它是七点几盎司 它使用的这个全炭的材质 它在上面也有标注 像这一款轮子 是菲利格这个轮子 它看得见 它是使用的这个 美质的这个 美质的标志 这个就是六点几盎司 关于它的这个 一些材质的使用 有的可能不是全炭的 或者有的不是全美的 有的是写的是 这个转子的这个材质 有的是这个线背的材质 有的是这个轴水箱的这个材质 或者是等等 它加起来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重量 好 轮子的另外一个 重要的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这个机械的 一个组成的这个数量 组成的数量 一般说是 一般是组成这个 Berry越多 它的这个机械 和运转这个越顺滑 当然这也和每个厂家的 这个生产工艺也有关系 有的可能 它使用十个轴程 和十一个轴程 它不仅另外一个厂家的 使用三个轴程 这个运转的这个顺滑 像我们看到 这个像菲利格这款 它使用了这个十个轴程 像这个P3分 它这款 这个十个加一个轴程 这个在前面我已经说过 这个加一个轴程 一般就是指这里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 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Nine Roller的项目 增加了一个小轴程的项目 这个线容 Line Capacity 主要描述的是这个线杯 这个承载这个线的这个多少 一般用的单位是这个米 或者是Yat 一米相当于大概1.1Yat的这个样子 厂家关于这个线的这个承载 有着详细的描述 有的它会标注像是鲤龙线 边线 或者碳线 它那个各承载多少磅 多少磅 多少磅的线 现在多少米 或者多少Yat 大概有的材质不同 一般还主要是要看的是这个线进的这个粗细 大小 刚才说到这个线杯的这个大小 以及前面说的那个Baron的使用的这个数量 还是直接影响到轮子的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参数 就是这个轮子的收线的这个速度 速比 这个Gear Ratio 这个速比主要是这个手摇着一圈 和这个转子转的这个圈速的这个比 这个速比这个越大 它就是它这个转的这个圈速这个越多 这个收的线的这个也越多 说明它的这个轮子的速度越快 市面上我们知道的这个比速 一般有像这个4比1 5比1 6比1 7比1 8比1 一般我们会把这个4到5比1的 被称为是这个慢速的这个轮子 6到7比1的 被称为这个中度速度这个轮子 8比1以上的 都属于高速的这个轮子一般 一般我们会在这个盒子上会看到 这个关于这个拉力的这个参数的标注 一般的这个标注的这个拉力 是Maximin的这个Drag的拉力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的这个拉力 不得超过这个Maximin的这个这个拉力 这样的话呢 如果超过的话呢 会造成这个轮子的这个损伤 也有一些轮子呢 会写上这个实用的这个拉力 像这个Apply的这个拉力 就是通常你使用了多少的这个拉力 我们简单的这个说一下这个轮子的一个保养 在我们一般在吊的过程中 尽量的这个不要损伤这个线背的这个线壁 不要有这个刮痕或者说这个一些刮岔的地方 它会严重的影响你的这个出现 我说到这儿还突然也想起来 这个装线啊 尽量的不要 这个线不要超过这个线槽这个地方 因为它会影响到你这个抛线的时候 会造成这个仿轮的这个严重的这个扎线 线结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wind lot 另外一个就是在一般吊完以后呢 尽量的回来以后 用清水冲理一下一些冲理一下这个砂石啊就可以 如果是换剂的话呢 大家可以这个在这一些机械部件 一些包括内面打开 可以加加一些那个润滑剂 进行这个换剂的这个保养 好今天关于放蓝的话题 我们就聊这么多 在以后的视频里面 我们会继续关注其他的一些装备 好希望我分享的是你们喜欢的 也是对你们有用的 好也欢迎大家积极订阅 主持人电视频道 也欢迎大家积极留言拍专 好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